嗨 大家好 大家好 那同样先让我做一个setting先啦 这里我先set一下先 setting ok ok alright ok 这里不懂大家都进来了吗 我们先等大家先进来先 然后我们才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ok so 谁进来的同样一样的跟我打个招呼一下 让我知道你们已经进来了 谁已经进来了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股友进来了 MB Michael SH2 Hey 杰森 你好 老师好 Don Lim 你好 Lim Sun Tran 你好 还有谁 Go James 我们再等啊 看全部人差不多进来了 我们才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些东西 就是因为我发觉到说 大家可能在投资方面 有一些知识啊 可能是需要去了解 关于到那些 什么是投资者啦 什么是交易者啦 等等这些啊 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点information 有一点乱掉了 所以 做一个video来跟大家讲一下 Hey Hello James 你好 Michael 过去 还有谁 来 大家进来的 赶快帮我like 射出去 那这边的灯光 其实有一点暗 所以呢 所以看起来我的脸比较暗点 哈哈哈 OK不用进来 大家已经进来的 赶快帮我like 射出去 Hello Sky 早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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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好 哎 碧华你好 还有谁 啊 已经进来的 赶快帮我like 先出去 那等一下我们要讲解的是 有关于到 一些知识 什么是投资者 什么是 交易者 跟什么是那个 赌徒 嗯 里面其实有的分别 里面有很多奥妙的东西 可以让我们去学的 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了 都误解了 到最后哦 就是做投资的时候就不顺利 觉得 我学了这么多 我做了这么多 我还是没有办法可以达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效应跟成绩的啊 OK 我看一下 这里谁 Angela 进来了 Hello 你好 你好 赶快帮我like 好吗 给更多人进来 有机会能够学习到 Afternoon Tony Hello Afternoon Angela OK so 因为的一些误解跟不理解呢 而导到说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有时候会 认为我们是一个投资者 我们是一个投资者 或者误解说 我们是一个交易者 其实 到最后 到头来的时候 感觉到说 诶 我们其实不是这个category的 哈哈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看 OK Chong Darren 还有谁 Kochiwi 吴安 你好 等一下晚上在KL 跟大家见面了 啊 谁是KL的人的 晚上有过去那个 Wismanazza的啊 我已经放那个link出来 很多人跟我讲 老师啊 昨天没有link 可以给我link吗 我要来KL 我不懂怎样去 我放下去了 OK 那等一下晚上你们要赶快 打电话给Sindy Whatsapp Whatsapp 不用打电话Whatsapp 刚才讲你有兴趣要去 帮你做registration OK 好 那我们后不多说 我们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 OK 那今天的分享呢 其实是比较偏向于一些 category types of投资者的一个分别 OK Hello YoungTech 嘿你好 很多新朋友哦 很开心看到古有进来 新古有进来很开心的 真的 OK 所以因为可以跟更多的人分享了 OK 所以首先呢我们来讲一下 什么是投资者 OK 什么是投资者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很多人讲 你问他 诶 请问你最近要做什么啊 然后有一些人 基本上已经全时间而退休了 他就讲我是一个investor 为什么呢 因为我每个月 不管他是可能有投资一个 投资股票 有收股息 他就讲诶 我有股息收啊 我长期都在收股息啊 哇这个名字我不会念 这是日语啊 下午好 哈啰你好 你好 日语我不大会念 OK 其实呢 投资者呢 通常是怎么样 会被称为投资者 这边是有很多的一些 breakdown 那我现在一个一个 大概break出来 给大家分开 猜出来 给大家知道 什么叫做投资者 那我们也会提到 什么叫做 交易者 OK 就是所谓的traders 他们是短期获利的人 那另外呢 一种叫赌徒 那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看 嗨 Grace你好 我看大家陆续进来了 Patricia 哈啰 你好你好 还有所以赶快刚刚进来的 帮我先出去给个别的组 那让更多人都有机会可以看得到 哈啰June 看到你了 June我们等下见 哈哈哈 OK我现在是刚刚在 这个hotel这里刚吃完饭 所以等一下要过去 哎 你好 OK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下 投资者呢 其实他们所寻求的 大多数都是一个长期的获利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投资者他本身 他不会说去 去贪那些小便宜的 简单来讲 OK我们今天 我们要 有一个 你给他讲 有一个很好 例子 你跟这个投资者讲 我有一个很好的 deal 给你 可以赚一个很快的 一个几百千啊 还是等等啊 几十个percent啊 三四十个percent啊 他不会去贪这些东西的 因为投资者呢 他们所看的东西 是比较长远的 in short to say 他们是一个比较 长期的投资者 然后呢 他们所看的东西 都是比较偏向于说 一些 呃 有 有 有 可以算得到的 那个probability 我来解释一下 去举例说 今天我们讲一个 一个投资股票的 他就去算我投资这支股 这支股在过去的五年到十年 所给的股息是多少 八千 OK 可能是 五八千耶 或者是可能是十八千 或者是更多 他会去算这种东西 然后呢 他本身这种人呢 他们会 思考说 如果说今天我投资在这一个 产品 不管是什么 然后呢 他一定会有一个循环 就是股市好 股市不好的时候 或者是 市场好 市场不好的时候 对任何产品都一样了 那么在市场最糟糕的时候 我们本身会亏多少钱 或者是没有赚多少 会赚少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投资者的思维 会去想的东西了 OK 那还有呢 这个投资者他本身 他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当他在 投资比钱进去的时候 他会想 今天我投了这个产品之后 那我投一个50千 50千进了 如果说有更好的机会 让我可以买更多的话 或者投更多的话 我们会选择投更多 因为他对这个产品有信心 他知道接下来的10年 接下来的20年 接下来的30年 他的资金都会一致的成长下去 所以呢 他会继续陆续续的去做投资 OK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投资 大概大概一个大纲先啦 等下我们才比较detail一点去讲 OK 我看一下打个招呼先 有朋友进来了 哈喽 OK 这里 你好 下午好 你好 你好 很开心看到 个别不同的人都进来了 OK 然后还有呢 就是 什么是交易者 OK 交易者他本身就比较不一样一点 OK 我们大概讲一下 交易者他本身呢 在做交易的时候 呃 交易者会比较偏向于我们叫做 概率形式 系统形式的一种 一种 一种 人 什么讲呢 简单的来说 今天我在做一个交易的时候 我一定会有一个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哦 他是过去的5年10年之内 都很 都会有一个positive 就是正面的成长 然后举例说 呃 今天我去做一个交易在指数吧 举例 然后这个指数呢 哎 哈啰 Tai Kaijun James Malaysia有什么看法 可以 等一下我们来讲股票 等一下先给我讲完先 OK 讲完这个我们来讲股票 今天 今天有心情 有东西做好了 等一下我们来讲股票 OK 啊 Tek Hanquan你好 OK 所以基本上呢 概率 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讲到哪里 OK 想要交易员 OK 交易员其实他们都是偏向于概率 然后概率的人就说 他一定要有一个系统 然后这个系统哦 是要长期的都是一直在赚钱的 然后这个长期赚钱的意思是什么呢 简单的来讲 不管是股市好 还是股市不好 股市走涨还是股市走跌 还是市场有什么变动的好 他这个系统呢都能够经得起一个考验 然后呢 有赚有亏 有赚有亏 到最后的时候他的赚多过他的亏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一个交易员 那其实这些人有谁呢 例如我们常常可以看到的啦 一些fund manager啦 基金管理员啦 对同基金hash fund 那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一些 大型公司上市公司 他们本身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OK 也是有的 诶我看一下有朋友进来 我们打个招呼一下 哈喽 Dankajun Dankajun 等一下我们才来讲股票 Dankajun 老师下午好 你好 Royce你好 开心看到你 Dankajun 哈喽你好 下午好 OK So basically呢 交易员大多数都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 然后呢 如果说今天大家称自己是一个交易员的话 那首先大家 我们自己要问回我们自己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本身有没有一个很 呃 就是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系统 system 来让我们呢 长期都是一直在赚钱 如果有 那我们 就说不管是赚亏赚亏 我们还是赚的 OK 有这样子的一个概率的系统 那我们才可以成为我们是一个交易者 OK 喝口水一下 像外面下很大雨了 在KL 外面下着雨了 现在 我还好 我先进来哦 哈哈 早进来不然等一下又零四了 OK 那我们看 看好 这个它的hotel可以泊车的 泊车里面 Howard老师下午好 你好 OK Howard好 那现在呢 我要再讲一下什么叫做赌徒 OK 赌徒呢 基本上它本身是 没有对与错的 我们也是有赌王嘛 对不对 哈哈 OK 赌徒的心态的去做投资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 通常 会比较偏向于要一次过赚很多 简单的来讲呢 我要用小小的钱呢 去博大 以小博大 大多数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 然后呢 在概率方面呢 是没有一个系统 简单来讲 有时候会有 就是说 会觉得说这个系统是行得通 但是这个系统本身有没有经过一个数学的考验 我们叫做 quantitativ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K 定量的分析法 来得到一个 一个真正的答案 什么意思就是说 今天呢 我们本身在 做任何的 这个 我们讲赌徒 他在进行任何的交易 跟bedding之前 他本身有没有去算说 万一 万一这个系统出了一些变化 我应该要怎么样去纠正 如果是 没有 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那简单来说 大多数这个赌徒到最后都会是输权的 所以呢 赌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赌的心态去做通知的人 他们通常会以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通常都是以 要一次过获利很多 然后时间点会比较短 什么叫比较短呢 简单来讲就是说 他们不喜欢等 然后呢 简单来讲你跟他讲说 可能这个东西 我要 我要等一个 要经过一个努力去做交易 要经过一个努力去投资 去等一个一年 等一个两年 或者等等 他们会讲什么 他们会讲不要 我要的是快 我要的是我现在放一块钱 我可以赚一百万 OK 大多数都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去做的 我们才能够称为是这样子的状态 然后另外的一个状态就是说 在赌徒方面 永远他们会觉得说自己的系统是最棒的 永远觉得说外面没有更多更好的东西 是能够比得上他们的系统 然后 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在于这个系统是不赚钱的 现在来讲已经尝试过了 去了 可能我们去想做了10次的betting 或者是20或者30次betting 到最后的时候还是输钱的 可是到最后 他还是觉得他的系统是 workable 这样子就变成是独了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 past result 去证明 这个方法是新的通 我给大家讲 看一下 谁进来了 谢 有baby照片很可爱 老师好 祝你分享会成功 谢谢谢谢 每次分享会都是每个月都有的 每个月我们都有 每个月的主题都不一样 我都是讲不同东西的 你每次都会学到东西的 只要你每次来 你每次都会学到东西的 我一年最少跑不同JBKL都有12场 差不多是这样的 1112场 嗯 别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跑的 所以有机会你都要来啦 因为每次的交流会都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 这个我敢讲啦 因为每次我都已经做了这么久了 我回来马来西亚 我相信有来过我们交流会的人都有学过 都有真正听过跟看过我们的分享 都不一样 OK 都会比较不一样 哈喽黄小姐你好 OK 所以来到这里我们继续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成功的投资者 成功的交易者 还是成功的 没有所谓的图图是成功啦 OK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子去分辨它的differentiate 没有所谓的 所谓的了解自己啦 OK 所以我们来讲 喜欢看你的LINE什么时候来马六甲 会啊会啊 再安排着再安排着 嗯 马六甲王应该会早一天下去一次 OK我会先去看一下 因为也没有去过马六甲做过真的是 有想过要去啦 因为已经很多人问了 嗯我会安排一下 嗯 OK来这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呢 今天我们在投资单额最惨的是我们跌入一个陷阱 OK 什么叫做陷阱 就是我们本身会认为我们自己是一个投资者 可是其实我们是一个交易者 OK啊 这里我讲的比较达人一点 OK 怎么讲 等一下我后面解释 然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交易者 但是其实我们是一个赌徒的心态去做这个投资 或者是一个交易 啊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长期下去的话是不健康的 OK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健康的投资者 跟一个健康的交易者 OK 这里我们就要先理解一个东西就是说 首先 我们投资的时候 我们是以什么心态去做 有些人他会讲说是 哎呀我是一个投资者咧 那你看他每天他做的东西是什么 他今天买 今天卖 今天买 明天卖 今天买 大后天卖 那这个不是投资者啊 投资者寻求的是一个长期consistent的一个获利 而不是说今天我买了 后天我就卖了 那如果是今天买 明天卖 或者大后天卖 这个我们叫什么 这个我们叫交易者 哈喽你好 刚才那个线哦 因为有时候我在 在这个 呃 hotel的时候呢 会跟 hotel的线打乱了 因为我自己用自己的wifi 我觉得会比较快一点 OK so 在这里我们回来 so其实呢 当我们误会的时候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回来 刚才大家就要听回去 刚才我讲的那个几个 什么是投资者 什么是交易者 什么是赌徒形态 然后问回我们自己 我们是跌在哪一个阶段 不用紧的 有时候会不小心的 你知道吗 不是我们要的 是不小心 呃会跌进去最后的一个category OK 就变成是说 哎 每天只是希望移消波达啊 然后输了钱 要更大 玩更多啊 什么mountain gear system啦 今天 呃 放 放小钱 可能放一个一千块输啊 再放 放两千啊 两千放四千啊 有没有这样子的想法 如果有 这个基本上已经跌入第三个category了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读徒的形态了 那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自己拉回来 啊 我们才能够呢 顺顺利利的去赚钱 怎么讲把自己拉回来 就是首先要跟自己讲 我们讲 哎 这个东西齁 其实是有一个概率的 这个东西是有一个系统的 我们要跟这个系统跑 我们不可以呢 呃 就是以读徒的形态去做事情 那如果这样子去做的话呢 长期来讲呢 我们可能会亏掉我们的本金 那可能也会 呃 会 不会成为一个快乐的投资者 因为每天都很stress嘛 对不对 哇 下一轮 这一只股票我一定要赢啊 下一轮 这一个 这一个trade 或者是一个交易 啊 这个这个期货我一定要赢啊 啊 没有这种东西的 没有说一定的 你知道吗 因为交易的东西是有一个概率的 只要概率 这个系统走对的话 长期我们都是可以有机会赚钱 当然 我们可以去看整个趋势 趋势看对的时候 我们的胜算高很多很多的 这个是有的 所以我每次都会跟大家分享嘛 那在这里呢 就先恭喜 之前常常有听我们的live 然后或者有在telegram的估估们 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在 航性赚到钱了 对吗 航性27700了嘛 所以应该是赚钱了的啦 然后第二点就是 A50中国的 那个中国的A50 也去到了这个 11200 那我们target 第一个都已经去到了 下一个target 就在12000 OK 那黄金之前 我跟大家讲走涨嘛 到1300 对吗 所以如果大家有去做 也应该是赚钱了 然后有很多很多股票 我叫大家避开的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避开啦 然后我有讲说 马来西亚短期做那种bending stock 可以 然后现在 就比较少一点资金在里面咯 OK 来 所以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谁听得明白我刚才讲的东西 可以给我一个二号嘛 给我一个二号 让我知道大家都明白 OK 我看一下大家听明白吧 明白 给我一个二号 让我知道一下 OK 那我就可以 有问题吗 大家把自己的问题 tap出来可以吗 你把问题tap出来的话 我比较容易 因为我觉得 雙方面 我们互动 学习会比较快 大家记得在听的时候 不要忘记分享 不要吝啬自己的分享 让更多的人都有机会 可以学得到 哎 Quatch你好 Jason你好 2号 2号 OK 听得明白 现在你们听得明白了 虽然是明白 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对这一方面 可能大家可以直接在comment里面 打出来你们的问题 然后呢 我直接的live的回答大家的问题 好不好 OK 大家把这些问题呢 直接的放进去comment 有针对到投资者交易者跟这个都图的 要怎么样去变化它 然后要怎么样的去顺利的去投资 你们也是可以问一下里面的一些策略啊 什么什么等等 我都ok的啦 其实你们只要问我就回答你了 你没有问我不懂大家要学什么吧 OK Jason清 YangTek OK Aaron全部都有 Teng Hi Kuan OK 2号 还有谁我看一下CHChan 哎 林天赋 很好看到你们 全部人都差不多明白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啊 你们肯定没有问题啊 确实啊 确实啊 真的都没有问题 OK 没有问题我就讲他的百度了 OK 百度呢 在 有问题吗 再给大家十秒钟问 如果没有我就继续了 OK 我喝多口水给十秒钟大家问 没有的话我就百度了 没有问题啊 GangYu你好 OK 没有啊 我没有看到问题 我是新手还在学习 不用紧 没有关系的 学习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是新手是老手都是要学 我都还在学习啊 我跟你讲 学不完的 我们人生很多资讯要学的 你学完股票你还要学别的东西嘛 很多东西学的啦 OK 所以我们来继续 Part 2 Part 2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三个不同的人 开始迷茫了 不知道自己在哪一条路上 Poii OK 开始迷茫 不懂自己在哪一条路上 OK 这一个问题有一点广 我很难切入 但是如果based on你这个问题的话 我只能够说应该 投资不是很顺利 对吗 为什么会迷茫呢 一个人会迷茫的时候 就是说投资不顺利 就是说可能投资不赚钱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说 把自己更加 Purify 给Crystal Clear 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呢 今晚的分享会 可以 会没有Laptop的可以来吗 可以啊 没有Laptop也是可以过来 没有问题啊 没有Laptop你就听哦 听前面的分享哦 啊 你就用自己的电话 电话也是可以上网的嘛 啊 可以同时成为交易者的投资者嘛 OK我先讲迷茫的先哦 那我们来讲Jason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不要迷茫的话很简单的 我们要从哪里开始 就是先从自己本身开始 问回我们自己 今天我学金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学这些financial的product 资金市场的东西是为了什么 我为了赚一些我们所谓的比fixed deposit更高的 那个回酬 还是我今天是想 呃 投资 然后成功赚钱了 我要买一辆车 买一间房子 然后给我孩子出国读书 还是准备我的孩子的结婚的资金 还是教育基金 什么都好 OK先问自己 当我们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问题就会研发第二个程度 就是我们所谓的目标 投资目标 OK the goal of investing the goal of trading and anything else 任何东西 当这个目标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很明确的 可以知道我们要怎么做 举例说今天 我们本身的投资目标 就是举例啦 就是我们想存一个退休金 我可能退休的时候 我要提早退休 我们想提早退休 比较容易一点 我想提早退休 那提早退休 我们就问回我们自己 现在我们几岁 那我们提早退休 是在什么时候提早 可能是两年后 三年后 还是十年后 还是二十年后 我们不知道嘛 是depends on个人嘛 那如果说今天 我要多一个二十年后 我就要退休 那我们就要去算 这个二十年里面 我们本身 是需要 要达到的 那个退休的 那个资金是多少 然后这个二十年里面 我们一年大概要赚多少钱 对吧 然后我现在的资金有多少 那我们就可以算得到 它的回报率是多少 啊 这个可能讲了有一点 有一点深啊 难明白 我做一个例子 我们讲一千块 可能到最后 我们要达到一千块 十年后一千块 这样每一年就是一千咯 十八仙的话 就是每一年一千咯 但是这个十八仙 是based on capital 不是based on compounding 耶 compounding fully 又不同算法咯 所以我们首先 就要去算出来说 我们本身 到最后要多少钱 然后我们这一条路里面的 那个是多少年 然后我们的return 回报率 每一年大概是多少 那我们才能够分出 我今天要用投资的方式去做 我要用交易的方式去做 还是我要以什么方式去做 就是跟他死过的方式去做 还是什么 有不一样的 有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清楚知道我们的go 然后我们才不会迷茫 才可以知道我们要选择投资 还是选择交易 还是要选择什么方式 OK 这个是给刚才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pointe OK 那探国挖 你不用带电脑来可以 没问题 Jason可以同时做成为交易者 跟投资者吗 可以 可以啊 我们可以同时之间用两个不同的策略 这个都是我在用的 投资我们可以走长期的 交易我们可以走短期的 我们可以两个同时进行 那如果说今天我们做长期投资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知道说这一笔钱 我丢进去 它每一年有一个负利 然后这个东西呢 可能十年二十年后我会拿多少钱回来 这个要问回自己 要给自己知道 就简单的来说 如果今天我放一个一千块 然后 OK 这个我很喜欢讲的 一二三 跟三二一 是不一样的 什么东西听不懂啊 来我来解释 用钱来讲不要容易 一百千 两百千 三百千 跟三百千 两百千 一百千 是不一样的 OK 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大家在听的时候不要忘记 like love 分享出去啊 给更多人有机会看到啊 给他们学啊 不要吝啬啊 好 那这里我们来讲 如果说今天我给大家选 我来给大家选 我们来玩这个游戏 我们一起来玩啊 如果给大家选 第一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啊 就是 A的选择 我给大家 三年 诶对不起 是十年十年十年 每十年啊 每十年 就总共三十年 第一年给大家 第一年给大家一百千 十年过后再给大家 多一个两百千 再多一个十年过后 就是第三十年的 第二十年过后再给大家 三百千 总共加起来六百千 OK 这是第一个选择 A 第二个选择是 先给大家三百千 OK 过了十年再给大家两百千 再过了十年再给大家一百千 也是六百千 我请问一下大家 谁会选择A的打A给我 谁会选择B的打B给我 可以吗 我看一下有多少人 然后我才来解释一下答案是什么 老师请多些对投资正确心态 多分享一些对投资的正确心态 可以可以 等一下我们来讲 什么是正确投资心态 来 OK 答案给我先 谁选择A 谁选择B 321 Maxim Maxim更快 321直接没有 这个是B的 B的选择 321是B Jason是B 哇 很多人选B哦 国际B 哦 你们要先拿钱先拿 先拿三百千先 OK Cm Lui B Lion Kun Jun B OK Maxim B OK 来 还有勒 Lim Tenfu B OK 这个是Alai Alai选A Aaron选B Joanne选B Ki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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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ke B B的很多可能性 Zoon选A Shinlo B B B A 看一下还有谁 你们 赶快赶快打出来 答案打出来完了过后呢 我就要开始解释了 Poi 选A 100千 200千 300千 OK OK 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今天不管我们选择A 还是我们选择B 我们都没有错 It's just a difference about 我们的投资的策略 我们的策略不一样 如何解说 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今天我们是选择 我先讲B的 过后才来讲A B的是3 300千 过后200千 过后100千 OK 先拿300千的人 为什么他会选择拿300千呢 来解释一下B的 我看一下 我看我很喜欢听大家讲 大家跟我讲一下 为什么你要选择B 选择B的朋友们 鼓友们 我看到你们很多选B 可以大概给我讲一下 很简单的解释一下 为什么你们会选B 为什么 Lawai Sang B Oi Moi Chen A Yang Take A Tek Hai Kun A Poi Yi A Sky B 为什么会选择B 简单的讲给我听 大概简单的讲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B 我只要有大概一两个人跟我讲 然后我就可以开Hoi Gu 给大家知道 这个是一个数学 It's Mathematics OK 为什么会选B 来 有没有谁 可以大概 跟我讲一下 记得不要忘记Lawai Learn 分享出去给更多的人 那等一下我们来回答一些股票的东西 before that 讲完这一个我们才来回答 OK 这个是Good 诶 我不要那个Good 我要解释 为什么会选择B 简单的大概解释一下 我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先 先拿了可以先投资 Pyramid Strategy OK Good 还有叻 很好 还有叻 我知道你们打需要时间 我给你们一点时间 OK OK Buy Property 300千 Lim天赋 那本来投资跟老师学习富力赚钱 OK Good 利滚利 定他定 OK 还有叻 OK 来我来换股一下 选B的人大概都讲对了 其实是富力的 富力的这个重点 为什么会先选择300千 200千跟100千 来我来解释 如果会选择B的股友们 大多数这些人 都是基本上已经理解到一点 叫富力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今天我用300千去滚一个十百千 跟我用一个100千去滚一个十百千 先滚一个十年 OK 看到东西了吗 就是我现在用一个300千的10% 300千的10%是多少钱 300千的10%多少钱 30千吗 对不对 100千的10%多少钱 10千 如果我今天用300千先去滚一个十百千 滚完十年过后 它的富力 再给一个200千再去滚 再给一个100千再去滚 跟我给一个100千先滚一个十百千 再过后给一个200千再去滚 再给一个300千去滚 这个十百千 这个富力 请问一下是A跟B哪一个比较快 肯定是B来的比较快 因为它一开始的时候 资本很大 所以从前面就开始追 追到很快 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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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快 对吗 所以这种类型的人 其实会比较适合去做投资 会比较适合做投资 就是富力投资 就是说我会愿意拿一大笔钱出来的人 你不要去跟他使过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必要的 你明白吗 因为市场有很多安全的投资的产品 不需要去跟他们去使过的 不用了 找一些好的产品 好的策略 慢慢的去做 OK 那就是因为钱够多嘛 不需要跟他使过嘛 What's the point 那如果说今天选择A就不同 我今天选择A的话 我本钱少 那我本钱少 我不可能这样去用跟刚才的B的来复利 来做 因为肯定比他慢 所以一定要找一个比较快的方式 赶快复利回我的本钱 拿回本过后 到最后的时候 把本钱拿回来 赚的钱放在里面 继续复利 这通常都是选A的人会做的事情 你看他们做的东西 大概就可以知道 然后选择A的人呢 通常都是交易者 比较快的 选择B的可能会选择比较慢 有时有些人 有些人也会选择A跟B两个 所以It depends 不一定说是A或者B 所以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 Snowball Effect Confident 好 来到这里 就差不多大家都明白 如果大家都明白 给我一个三号 打一个三号给我 所以已经明白了 打三号给我 三号 然后我就知道大家已经明白了 所以我就可以继续下一个 要跟大家讲的东西 大家明白吗 明白 给我知道一下 三号 OK 非常好 三号三号 我看到了还有谁 OK Andy Moi Koi Chi Jun Fong CM Lui Xian Joan OK 全部都差不多明白 非常好 来 现在第三个环节 我们来解决一些股票的东西 但过后就结束了 我等下要赶过去要教课了 等下来有要跟大家分享了 OK 有人问我更定马来西亚 能不能够继续持哦 我只能问一句话我懂 为什么你问这个问题 问这个问题 肯定就是因为最近看到那个消息 什么消息 就是那个消息告诉我们说 那个Fox 要输回 其实我今天晚上也是有讲这个东西了吧 It's ok 我就大概先讲一下 Fox 就 要反而输回去这一个 云顶的灵国态嘛 How about Combine Investment Strategy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 combined的 Trading Investment可以的 只是说要先问自己 Ciao Chan Chan Mr Chan 要问自己 我们适合吗 有些人不能的哦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的哦 所以先了解 看我们可以吗 好 OK 所以 呃 这里我们来讲更定 刚才 OK 更定大多数呢 现在他虽然是被这个Fox 反过来输回去 但是我们知道的一点就是说 他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就是坐在那边什么都不要做 对嘛 你认为他会静静什么都不要做咩 不可能的啦 我跟你讲 他一定会take action的 他如果做take一些action进去的话呢 我们知道大多数谁毁约 谁就是输的嘛 可是当然了 你可以跟他拿回一些costing 以前的一些东西 就是在更定拿回 也没有错 可是到最后 这一个team park还是继续的在走 赌场还是继续的在run 盈利还是继续的在赚 只是说问题是 我今天是做一个短期的投资 我是炒新闻的 还是我是走长期的罢了 如果是炒新闻的人啊 根本是不需要去买这种股的 你不好意思哦 更定马来西亚是适合那种要收三年的人 如果今天我要收一个三年 那本身我就买更定马来西亚咯 为什么呢 因为三年里面一定会有budget会改变 公司还是继续盈利 事情也差不多 告了endlord解决了 OK 然后赌场的生意你懂了啦 哎呀 十赌九输 大多数都是很多人 上去赌都是输的嘛 所以到最后是谁赚 肯定是他赚的嘛 这样子的话 请问一下 他盈利回来 股价会不会涨 我不需要讲太多 回去慢慢思考我讲的这一个问题就好了 其实这个是我们叫做定性的投资分析法 已经不是定量了 定量的当然我们可以去分析 OK 好 那我再看回去 哎 哎呦 大家一直信信信我东西不见气哦 等一下我再按 看一下 有打在这边 Eda Run 我看到我就randomly pick大家的问题啊 我不能够每一个都选太多啦 等一下 我要先 我再做这个research Eda Run Eda Run是不错的股票来的 OK啊 OK Eda Run呢 他基本上 算一下 等下我看一下 等一下我看一下 哦 Eda Run简单来讲啊 我们只能够用啊 这是Aline的 Aline你只能够去炒不了 不能够来做长期投资啊 现在有量进来 他应该有机会会涨 但是他只是能够适合让我们短期炒作 二三线股吗 适合啊 之前我讲过吗 二三线股会回来吗 还记得吗 在我的那个Facebook Live是不是讲咯 啊 所以你看回来了咯 D&O还有Arroyce的Carex 等一下 哇 Carex really死了咯 Carex 下车 下车啊 Carex短期之内呢 他基本上还是有一点机会的 只是说呢 Carex如果是我 我不会去 如果已经买了 就没有办法 可以买了 都没有办法 如果还没有买的话 我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进攻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Dog Glove 他本身也要做那个保险套事业 对Carex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了 然后呢 Carex的整个基本面 被冲击之后 其实跌得蛮凶 虽然他的那个净资产的那个价值还有在 也是比较高 但是他本身呢 还是不算说是 会这么快回来 所以这个是我对他的一些评价 等一下 D&O我就大概看一下 OK D&O这一只股 一下7毛多 哇你们问的都是那种几毛钱的哦 这些都是炒股来的哦 这些都不大适合做长期投资的 等一下 OK不错啦 最近他的Profit有走高 有赚钱 然后如果我这样子算的话 等一下 一下子啦 有机会啦 D&O有机会 D&O谁问啦 我看一下 Sky OK Sky D&O是有机会的 基本上你如果要去存它的话 它是有机会能够 走升上去的 It's possible OK 但是呢 你要有一点耐性 去等到它回来 OK 我不会讲到太深啦 因为没有这样多时间去解释啊 因为如果要解释一只股 给大家知道基本面什么啦 看过后讲啊 里面能做什么啊 我讲到来 我讲两只股就够了 大家不用问了 等一下 等下啊 5218 5218 5218不大行欸 这只 不要啦 不要啦 Sapura Energy 我知道 因为你看到说最近的油价回来嘛 然后觉得说这只股OK吗 对不对 ATIC HIGH QUAN 我只能够讲吼 我告诉你啦 油价啊 我已经分析过了 它现在会去到一个65块到70块左右 这边它会向65块挑战 65块布伦特也有过 它会去70块 可是不要忘记 整个大盘还是有危机 股市崩盘的时候它跟着跌了 所以我跟你讲 你要长期去投它啊 风险是有的 我直接给你讲一个大方向啦 如果是我的话啦 我不会去选择Sapura Energy 如果你要选Energy的股 倒不如去选什么 Hibiscus Petron 还有什么 Serba Dynamic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公司了 怎么要选Sapura Energy 我知道只有一个理由 为什么要选Sapura Energy 你一定是这样讲的 Tony啊 便宜吗 鸡毛钱吗 一张两毛100% 我买东 问题是它有这样的机会 跳上去100%吗 先 问回我们自己啦 这只股基本面好吗 我会去买吗 如果连我自己都过不了我自己那一关 别人会买吗 要问自己哦 因为今天我们投资股票哦 是跟我们投资生意是一样的哦 今天这个生意我会把钱丢进去嘛 如果我不会把钱丢进这个生意 同样的别人也不会把钱丢进来这个生意 我们要问回自己这个东西 你学到东西 这个叫定性 可以定性投资法 Jens Jens问Dayan 好看 OK OK 打烊还不错啦 打烊 等一下 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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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唱三十多 不错了 有机会 一下子啊 可是打烊盒跌了很凶 要一点时间给他修复他的伤痕 等下我帮你再另外看另外一个地方 等下他还给我一点时间 这种不是说我要check一下的 不会乱讲的 乱讲我赶紧不要讲 0.648 等下啊 我算一下 嗯 给我找到他的破绽了 打烊短期之内不会回来 他是好股 但是短期不会回来 我给你看一下什么时候要回来 他是不错的 他是不错的 嗯 如果是我的话 我跟你讲啊 打烊这支股 这支股我应该 如果我已经买了就没有话好讲了 我不懂你买了吗 如果说是还没有买的话呢 我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进攻 他是好股 他也有机会会涨 但是他adjust完了过后 这支股其实他本身 已经算是没有什么走涨的空间 我算出来只剩下一个一点多 至2%可以赚完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告诉我一句话 就是说他的盈利 虽然之前有一个暴涨的现象 但是并不排斥说呢 他是在adjust 这个是一个过程 他需要一个时间慢慢回来 然后呢才能够说 安全的让他继续的就是成长 然后给更多的人愿意看到更好的数据过后去买它 这需要一点时间 我如果保险估计的话 这支股票应该没有错啊 过月还出一个N N过了应该是 你要等到六月过后 六月过后会比较适合 以我整个大体上来看的话 可以这样子做 可以这样子做 It's okay you can do it that way so you must ensure 我跟他讲啊 因为要讲英文了 我要跟他讲一下 不然人家听不懂 so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enough capital for reserve fund because you are going for long term you need to put in a lot of money this one big chunk of money and the trading of course don't put too much because you put a lot in the investing already so make sure don't put too much in the trading okay ensure that it won't affect your daily life expenses okay London biscuits 本家我这样多 等一下 okay基本上我看我时间是差不多了 我要回去准备了 我就大致上晚上才跟你们讲了 okay 你们有什么股票晚上带过来 在KL这边 在KL这边 随时KL的晚上带过来 yes 晚上晚上 okay 这里我就看一下 maxims my portfolio Farco Jagat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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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advice how to fine tune for long term wow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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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等噢 現在千山已經很高了 還會長的 只是說要等到增跌 OK 大致上是這樣 我看一下 哇 大家很多問題噢 我沒辦法了 時間不夠了 等一下 好 我再跟大家講 我看到大家的問題了 不用緊 OK 我們就今天晚上再見 OK 誰是晚上要回來的 就晚上要過來的 在KL我們就晚上再見了 OK 所以因為現在時間的關係 我也是要去準備一下了 然後晚上的時候我會再跟大家見面 那今天很開心在跟大家分享 所以感恩大家今天的收聽 然後麻煩大家分享給更多的人 那Telegram 記得分享給更多的人 我們的Telegram也是有的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的這個面子書 WCY Training 叫我們去Like 叫我們去Follow 好不好 OK 謝謝大家 Thank you Tony 在這裡